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们仍然抵触接种疫苗 我们走错了方向 福奇在CNN的国情咨问节目中说 全国50%的人口没有接种疫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正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拜登总统的最高医疗顾问福奇说 在美国住院和死亡人数远低于去年冬天的峰值 但在部分地区新感染者的数量急剧上升 在这些地区 人们对接种疫苗必要性的怀疑 对疫苗的安全性的怀疑 以及对政府建议接种疫苗的抵制 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上周六美国共有5.1万多例新感染病例 比过去两周增加了172% 最近几周每天都有250多人死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政府表示超过1.62亿的美国人 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这相当于美国49%的人口和近60%的成年人 但民意调查显示 多达80%的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表示 不管有多少官员敦促他们接种疫苗 他们肯定不会接种疫苗 或者不太可能接种 习近平不吃这一套 以牙还牙对付美国 据金融时报报道 在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26号 将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前夕 中国面对美国与盟邦的施压 却仍展现强硬态度 用以牙还牙的外交手段回进美国 对7名美国人实施制裁 以回应华盛顿之前 对在香港7名中国官员的制裁 也说明了美中关系的黯淡状态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拜登在上任后的6个月内 对中国采取了强硬态度 并且希望盟友的支持 能帮助美国赢得拜登宣称的 民主与专制的生存斗争 然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 梅惠林表示 现在没有迹象显示 拜登的做法 以促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改变路线 不幸的是 北京决定对所有的问题 行为更加变本加厉 中国继续抵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并在上个月通过了一项反制裁法 允许北京当局对于参与打压中国的 外国相关个人组织 采取反制措施 尽管北京没有显露退缩迹象 但拜登政府宣称 美国的多边策略已使中国的日子更加难过 包括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 对新疆问题实施制裁 以及深化与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对话 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林碧莹表示 问题是目前的措施能使中国做多大程度的改变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塞耶茨表示 拜登的多边策略在台面上获得了可观的胜利 但在其他问题上还有工作要做 一些专家认为 北京可能没有像表象般的那么有信心 而且习近平希望在意大利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拜登举行高峰会谈 这也是谢尔曼预计将在天津与王毅讨论的问题之一 在美中关系的众多棘手问题中 最严重的是台湾问题 尤其是在中共军机不断飞进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官员认为 中国正在一步步靠近 试图夺取台湾的控制权 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外交政策专家王冲表示 王毅将利用与谢尔曼的会面来改善沟通 以确保不会出差错 美国资深外交官也强调 我们不希望这种激烈而持续的竞争演变成为冲突 李克强联手党内反动派推翻习近平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李克强及其他政治委员的压力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护送到沿海豪华别墅 而李克强和其他高级文职和军事官员在北京组建了新政府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虚构了以上场景 但其作者退休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告诉美国之音 他相信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 加塞德在伦敦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我相信与中国相比 美国及其盟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 我们必须利用这一优势来实现中国的政权更迭 我们无法从外部决定如何治理中国 但正如我在我的书中所展示的 中国党内确实有些人想要改变 我们可以努力创造条件 帮助他们可以实现他们想要的 加塞德曾两次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 多年来持续研究中国政治经济 他同时是发展银行家和资本市场发展顾问 也是备受赞誉的《活过来!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书作者 对中国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 其观点也备受外界关注 1958年他在香港担任英国军官 目睹逃亡者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进入香港 然而其他专家对他的方案是怀疑太多 在纽约格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安德鲁·内森指出 有一些措施旨在防止中共政治局成员之间的暗中串通 我无法想象李克强和汪洋 怎么会有机会进行未经授权的秘密谈话 或者他们怎么能秘密联系第三或者第四个人 内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他说可能发生的事情 类似于1964年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罢免时发生的事情 在那种情况下 内森说一个特定的政治局成员 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并攻击习近平 希望在没有预先安排的情况下 其他人会加入 但这样的举动会风险极大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想这不是美国导致 而是中共本身的悲剧 加塞德坚持认为 如果中共第二号人物李克强和党内志同道合的领导人挑战习近平 他们不会没有公众的支持 在我开始担任英国大使馆和中国内部政治首席分析师的任务之初 我做出了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决定 我将基于以下假设来开展工作 在政治价值观和本能方面 美中两国人民间的共同性重于差异性 加塞德在他的著作《中国政变》中回忆道 在我任职三年期间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的这一观点 加塞德继续说道 并将令他印象深刻的公民倡议描述为 他们价值观和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心的最强的例证 四十多年过去了 加塞德还记得他与魏京生的一次交流 魏京生是后来被称为民主强运动的领军人物 他完全预料到党会对他和其他民主人士采取行动 所以我问他那为什么你要坚持 他在书中写道 魏的回答是因为我知道民主是中国的未来 如果我现在说出来 我就有可能加快中国人民享受民主的那一天 加塞德指出这种精神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时再次出现 当时在5月18号那一天 全国132个城市有600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 作者还指出了去年因警告新冠病毒 而被沉默和训斥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后的反应 数百万人上网要求言论自由 表达悲伤和愤怒的信息被浏览了十亿次 他说 加塞德告诉美国之音 他认识到制定正确的战略来应对当今的中国 是我一生对国际政治家精神的最大挑战 现在我已经83岁了 他说他相信创造性思维会有所帮助 这就是他将小说与分析结合起来的原因 最后他说他认为最好把未来留给中国人民 包括现在的政治精英来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美国再撤五中国学者签证欺诈指控 据自由亚洲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六报道说 美国司法部撤销了指控五名访问学者 隐瞒其与中国军方关系的诉讼 这对根除中国涉嫌在美国进行情报收集活动的里程 卑视努力是一个重大挫折 报道称一名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 我们已经确定现在撤销他们是符合司法利益的 在周四晚些时候和周五的简短法庭文件中 检察官表示他们将不再寻求对这些科学家提出签证欺诈和其他指控 这其中包括加州的生物医学和癌症研究人员 以及印第安纳州一名研究人工智能的博士生 去年7月 这些学者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一次扫荡中被捕 该次扫荡源于另一名研究员王欣 在试图离开美国时向执法部门承认 他在签证申请中对其在军队服务的身份说谎 以增加他获准入境美国的机会 他还被一位上级要求带回一些信息 日前有报道称 美国司法部上周四撤销对去年因签证欺诈 而被捕的中国学者唐娟的全部指控 该案是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 防止美国技术被转移到中国 中企狂扫农地引起美国警惕 别碰我们的粮食 据美国之音报道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 过去十年来 中国企业通过对美国农场和大型农业企业的收购 扩大了他们在美国农业中的存在 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日前 在审议对农业等相关机构的拨款法案草案时 特别纳入了禁止由中国政府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公司购买美国农业用地的条款 此外 已经拥有美国农业用地的中国企业将没有资格申请联邦农业补助 法案仍有待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终表决通过 在美国农业用地的定义是 面积至少为10英亩的地块 或可从农业活动中产生1000美元收入的地块 仅在2013年中国双汇集团收购美国猪肉加工巨头 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案中 中国企业就购得14.6万英亩的美国耕地 到2020年初 中国业主在美国控制的农业用地约19.2万英亩 价值18.5亿美元 这些土地可用于耕作、放牧和林业 加拿大是持有美国农业用地最多的国家 截至2019年底 加拿大企业和个人 共持有748.5万英亩的美国农业用地 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经济学家弗莱德·盖尔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拥有的美国耕地数量并不多 而且主要被史密斯菲尔德占了大头 他说美国农业部关于外国土地所有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大约有近20万英亩的耕地被中国投资者拥有 这是所有农田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份额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加拿大和欧洲相比 这是相当小非常小的 尽管这一数字仍远低于其他国家实体拥有的美国农业用地 其在美国全部8.97亿英亩农业用地中所占比例 也仍显得微不足道 但中国对海外农业领域的投资增速迅猛 并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警惕 美国农业部201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自2009年以来 中国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增长了10倍以上 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 是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条款的发起人 这个月初 他在审议对农业农村发展 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相关机构 拨款法案草案的讨论中说 禁止中国人购买农田 以及该土地获得美国农业部补助的资格 将是确保美国食品供应链安全的一个独立的步骤 有关中国企业或个人是否应被允许收购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 正值美国政府和国会 为抑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采取各种行动之际 特别是在一些对供应链至关重要的关键工业原料领域 现在对中国的警惕 已经从高科技领域延伸到农业和粮食生产领域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最近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时说 美国不能让中国来控制我们的粮食供应 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和国会尽快终止对外国人拥有的土地的所有农业补贴 俄克拉荷马州的詹姆斯·兰克福德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参议院也正在制定参议院版本的有关立法 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农业用地 目前美国只有六个州 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 这六个州除爱荷华州之外 分别是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中国果汁帝国会员崩解申请破产 据自由财经报道 曾被誉为中国国民饮料和果汁帝国 一度成为美国可口可乐并购目标的饮料大厂会员果汁 因为负债累累无法偿还欠款 目前遭债权人山东德园国际物流公司申请破产重整 果汁帝国彻底坍塌 根据会员果汁公布财报数据 2017年该公司的总负债高达114亿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51.8% 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的资料显示 针对会员果汁或其创办人朱新李的风险扫描 多达2273条 涉及失信记录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等多个方面 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3亿元 未来不排除继续增加的可能性 会员果汁2007年在香港港交所挂牌上市 集资24亿港元是当年港交所规模最大的IPO 2008年可口可乐曾出价24亿美元收购会员果汁 但因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反弹 加上中国商务部以反垄断审查未通过为由而告吹 在错失这个机会后 从2011年开始 会员果汁连6年亏损 债务不断增加 到2017年底负债已达114亿元人民币 2018年3月 在未经董事会批准 无签订协定尚未对外披露的情况下 会员果汁向旗下关系企业 北京会员出借42.75亿元人民币贷款 此一行为违反了港交所规定 2018年4月3日 会员果汁遭港交所宣布停牌 持有会员果汁65%的股权的朱新礼 被招商银行申请冻结41亿人民币资产 不仅如此 朱新礼本人还6度遭法院强制执行 一次被列为失信执行人 5度被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